去年也来台湾 也加入了仁医会 他就在这个医院的 他的办公室的 波拉一个角落 作为仁医会的办公室 所以我们这一大群的医护 仁医会到达的时候 马不停蹄 带去的仪器还毫不自 就从3月10号开始 到3月14号开始议诊 这位院长他自己 在星期六更日这两天 都是当仁医志工 他说主入了仁医会以后 他真正的体会到 不只是在职务上的要所择任 以外还要尽自己的良能 去投入为人生服务的精神 那叫做大爱 这一次又有了109人的团队 到达他的医院去 真的发挥到很大的良能 当地真的很穷 我们在画面看到了多少无奈 穷困病犯 有一位妇女 因为孩子不小心大欢有灯 他未来要救孩子 所以自己就被烧成 这样没有很妥善的医疗 所以他的脖子都不能前后左右动 所以很辛苦 另外有一位75岁的老人家 好几年白内障 去年允科为他开了一只眼睛 他开始能看到 开始能去工作 靠自己去采茶工作 这一次他又要去开另外的一只眼睛 他一直说感恩 实际给了我双眼 那就是大爱的良颖团队 真的发挥到 妙所妙法妙人意 真正能让他们这么多的苦难 连2000多人脱离了 他们的苦难 真的非常的感恩 不过尽管医师都很用心 但是在开刀的过程 突然间停电了 停电了怎么办呢 急中生地 在变数中 发挥他们的智慧 都是用锁电筒 很多人赶快抢救电路 赶快抢救 所以一定要有过行过业的 这个专专业都要集中在一起 不过在那里呢 很多的疾病不是就地就可以治疗的 所以也转了好几位呢 要到可林坡去 继续地探讨医治疗 总而言之呢 穷啊 已经是苦不堪了 再加上了病了 那更是很难 所以这一群学有专精的所致行医啊 道业也是专精的 那更是医病医人更医心啊 他们都是呢 用细心用爱呢 那这样的付出 让当地的人啊 感觉到他们有人爱 有人可依靠啊 没有东西 去上! 他从而尾 отлич我们的 然后你被 tän盡了 注意看到如果他们 zoals 你会知道 Someone dot über 但是您在说 这是中国大学 香港黃会 你们非常好 都 这种事要人人合一分的爱 人人专一分的心 专精的都合在一起 过行过夜 我们就可以为 各种不一样的苦难 去发挥到 能及时帮助一解困 那援助的良能 真的非常的感恩